我们现代人急于成长又哀叹失去童年 所以为什么童年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太慢 急于要长大觉得时间怎么这么慢 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又哀叹时间过得太快 为什么每一天时间像流水一样过去 想一想我们在生活当中以健康换来了我们的钱财 不久我们又用钱财换取健康 但是钱财是换不去健康 对我们的未来我们焦虑不已 却又不珍惜我们当今自己生活的这个社会 所以已经拥有的幸福我们不在乎 所以会失去他 所以现在人在迷茫当中过日子 他们既不活在当下 他们又没有活在未来 他们的人仿佛活在从来不会死亡 临死前又仿佛从来没有活过一样 所以人就是天天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事后悔 却从不想怎么来避开自己 让自己的今后将来不要再产生后悔 记住了 学博就是要把这些全部的去除 开悟就是要真正明白人生的真谛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